朋友们咱家只能是跟屈原占点关系 这端午节都过去多少天了 排纪念 这打算完了 我是真吃不下去了 那不是冻的 那是年大红米饭 你吃过 我有点熟悉 人家给他闪了 完了之后买了个上海的手机号 注册了个微信 跟人家假模装谈网链 不到半个月谈捧了 还用注册个北京的手机号 你就说吧 短短几个月 干人他们全国连锁的 那为啥分手啊 上个月给他还花呗 还个800 说是买化妆品 谁正顶锅子花那么多钱 他都有兑现了 他没给谁看呢 气头网上都睡不着觉 可以嘛 也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出大惊喜 把他800块钱挣回来 那弄好生气呢 表情给你气 脑梗了 上医院 容栓八百股下不来呀 没给谁看 随不下没给谁看吧 好人能跟你过 嫁到你们家 跟他们被拐败了 有什么区别 我跟你说 什么大不刺 跟我西洋区 相亲的 啊对对对对 你好 我给你带了点橘子 啪 哎 我能给你只带橘子吗 来 还有一瓶酒 啊谢谢谢谢谢谢 你是做什么行业的 当口卖鱼 喂 逗你玩了 我做俱乐部的 你看起来就 好像年纪挺小 那你建议谈一场 跨世纪的恋爱吗 啥意思 我零零后啊 你没事吧 那叫跨年代 十年一个年代 一百年一个世纪 吓死我了 我行你两千一百年 穿越过来的 呀姐姐讲话 铿锵有力呀 嗯我是带刺的玫瑰 只要姐姐不嫌小 我就不嫌姐姐老 不是你一口一句姐姐 我老的 就我看起来特别嫌老 没事姐 老又不怕 有韵味吗 就像这酒啊 越老越有味道 我说你这狼酒啊 酱香的 入口棉 落口甜 清香醇醇 回味肝肠 平时能着上一小杯啊 可香了 双瓶礼盒的 不便宜吧 这个 呀 品牌方给他试喝呢 白来的 现在拼多多大力支持国产品牌 给到一万个狼酒的试喝名额 赞口杯 每个名额 整箱双瓶 狼酒礼盒装了 想喝点 左下有链接 抢就是了 链接还在 就是还有名额 填个收获地址啊 就有机会抢 话说回来 年轻人啊 就要找比自己大的谈恋爱 会学到很多的人生经验 不是 那你年纪这么小 你家里就逼你结婚了 没有啊 我不是被逼的 我就想谈恋爱呀 我好像挺有的 就是没比你谈 没比你结婚 你就是单纯想谈恋爱了 然后你觉得我四十大 上我这干来吸取经验来了 是这意思不 别这么说 你也不吃亏 弟弟是个宝 再说我也我有我的优势啊 你看电视剧狂飙那高启强 不就是因为没谈过恋爱 获得了大嫂的芳心吗 你还跟高启强迷上了 连高启强长啥样 你长啥样的 哪个大嫂能相忠你 我一般不打攻击人的长相 但是你的长相攻击到了我 就你的照片 就放网上 都属于网络暴力 多年的结婚 也在这一刻都复访了 不想谈恋爱 你说你出的乡亲 你算这么小 找你出的乡什么亲呢 你说呀 谁给你当恋恋恋了 什么档次跟我相亲 每逢佳节贝思亲呢 嗯 啥节呀 情人节 你那是贝思亲吗 你那是文欢遗想了 打扮打扮的 瞅你照呢 那谁能相忠你 一天穿的跟我闹似的 电视剧狂飙看没看 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有气质 有内涵的 才能做大嫂 弹胸露乳露背的那种 只适合上白鲜汉上班去 明白吗 OK不OK 上班 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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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出对象呢 咋说呢 谁中你的项链啊 那赚那么老阿可呀 就不能说我自己买的吗 好看吗 这我在德国买的 CMFY的这个 银动质型小项链 才一百多块钱 点我评论区 还能抽那一千块钱 五分口邮券 还是品牌直发 正品有保障 那你连接发给我呗 我给我对象买一个 快点 我跟你说 瘦口红吧 色号容易踩雷 送戒指吧 尺寸你又掌握不好 对不对 送项链最好了 你穿啥衣服的时候 你不就搭配点项链吗 对吧 而且说这是经典款的 还不如出错 理合装性价比高 大哥的女人 可不用考虑性价比 谁说我想做大哥的女人的 我的梦想是成为大哥 我决定了 我租个档口 卖鱼 我看你我后半性人 看这个世界没期间吧 要上到卡塔尔区 大部分见 我看了电视剧 要上档口去卖鱼心了 见先性的 躊躇满志 持续性的混迟等死 我误了 你又误了 没有物质的爱情是啥啥 那不用风吹走两不散了 那是你误的吗 还傻呢 你那都是傻漏老弟 那存款300块钱 交医保都差50 生存都冰杯了 还想着精神层面的生活呢 有毛病的都 哎呦你们 哈哈哈哈 这些公司 当初没钱买不起高配的 就别买呗 这改叉改去的多麻烦呢 你一个天天坐地铁的 你懂啥呀 这是乐趣 你起个许法 不还跟他生孩子呢 你咋不直接找带孩子呢 你咋这么能抬杠呢 我属ETC的 不是我在这 说上跟你有啥关系 你在这呗吧 你干脆换台车得了 我爸过多时间 给我换个新冠X5的 怎一帅 我问你了吗 哈哈哈哈 哎呀 我这边啊 就有一些人呢 嫌你穷又怕你够 这类人吧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钱 还怕别人呢 问他借钱 也不知道活得累不累 你说是不是 好看吗 好看 好看 你就再看一会吧 你不该是给我买吗 给你买的 他不一定爱你 但是愿意花时间陪你看呢 他一定很爱你 时间多宝贵呀 再看一会吧 亲爱的 你知道我就喜欢你哪一点 哪一点 你就喜欢你啥也没有 还能做 思路还得这么清晰 小屁 咋呀海啥呀 来来来 咋的呢 你看 算花了 哎呀 你说这为啥吗 这为啥呀 我年底只能要脱单了 啊 哎呀 姐你这么想 啊 你今年万一黄俩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嘿嘿嘿嘿 你咋的呢 露露个脸呢 现在你说现在的网络喷的咋这么多呢 你说他妈咋的了他们 他咋能不能缺德呢 你说呀 咋的 你被喷了 那你以前不老告诉我们的 闷妈是一种痒吗 对不对 你这心态得好点 就应该啥你知道吧 设计一套网络法律 哎 最好跟利益挂钩的 强制实名制 绑定手机一号 银行卡的 不绑定不让你打字 不让你评论的那种 然后你要在网上骂人的 直接 银行卡里就罚款 那卡里要没钱呢 没钱就跟直信 正信挂钩啊 就正信不良记录吧 以后买房买车啥的 银行也不带款给你了 让他们嘚瑟 这招太狠了 我就觉得这帮喷的吧 可能就是生活上不如意 正常人心情好了 天天过得开心 不自如这样 对呀肯定的 你说人家要吃有吃 要喝有喝 儿子孝顺媳妇没说的 人家能上来喷别人的吗 对不对 麻绳专挑细处断 厄运专找的苦命人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他们早晚的事 指定有法治他们 别生气了 一会我喷别人的